而英國從9號開始 進入為期10天的哀悼期 每個城市都會有像這樣子的地方 公民眾放飾花束 或者是可以書寫下 對女王的懷念 在英國劍橋也是一樣的 包括了市政廳降下半期 還有劍橋大學 各個學院也都降下半期 整個城市 整個國家都用深深的不捨 送女王最後一場 英國劍橋火車站 大賣場張貼出女王照片 表達對女王的不捨 劍橋市政廳 圖書館也有設立專區 讓民眾填寫心中 對女王的感謝 其中劍橋大學至於皇室 有著更不凡的意義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其實和劍橋還有劍橋大學 頗有淵源的 在1955年 她第一次以君王的身分造訪劍橋 就是為了劍橋大學 授醫學院的開幕 而女王在2003年開始 擔任劍橋大學 Queen's College皇后學院的贊助人 甚至到2019年 都還有來這邊和學生 共進午餐 我們可以看到皇后學院 今天是暫停 對遊客開放的 而且掛上了黑色的絲帶 表達對女王的懷念 劍橋的飛慈威廉博物館 貼出公告 暫停開放一天 就連賣場中 小孩的玩沙活動 也提早結束 整座城市 各自表達 對女王的思念 根據英國媒體報導 倫敦橋行動計畫中 第二天英國女王的靈舊 會從蘇格蘭運到 愛丁堡聖吉爾斯大教堂 讓皇室成員悼念 第三天再移鈴到 倫敦白金漢宮 第五天移到西敏廳 供大眾瞻仰 伊麗莎白女王在位70年 跨世代的守護 追思民眾也跨越年齡層 十天的舉國哀悼期 將持續到女王的葬禮 進行文綜合報導 第五天移到西敏廳